这是暑假带娃在西宁玩的时候吃的牛杂和羊杂 一大早孩子还在宾馆睡觉 我先到这个宾馆里边的池塘去吃上一顿早餐 这个早餐是含在防肺里边的 早上简单的吃一些唤醒肠胃 让孩子稍微多睡一会懒觉 这宾馆的餐厅中午还有包席 等孩子起床了就带孩子出门吃好吃的 打个车去吃牛杂羊杂 这优质的牛杂和羊杂都是35一份 看了一下有团购 要了一个58块8的双人餐 团购的双人餐正好是优质的牛杂 优质的羊杂各一份 还有两个白饼 牛杂和羊杂要上秤先称一下 然后再制作 就是用热汤把羊杂和牛杂再冒一下 这个制作过程和陕西的水盆羊肉有点像 这是牛杂 冒好的牛杂羊杂再加上肉汤 加上蒜苗 蒜苗多来点 蒜苗多来点 蒜苗多好吃 蒜苗多放点 蒜苗多点 这个汤可以加是吗 可以加啊 优质的牛杂 优质的羊杂各一碗 再加上两个白饼 这个是优质的羊杂 羊肚 羊肉 羊杂牛杂看上去做的都比较清淡 烫里边没有多少油 牛杂和羊杂看上去差不多 牛杂里边有牛杂 牛心 牛肚 还有牛筋和牛头皮肉 先尝尝汤的味道 还是比较香的 青汤 胡椒味比较重 羊肚 羊肉 这是牛杂 我尝尝牛杂 牛杂一碗 牛肠 牛肠弄得挺干净的 里边带着一点油 这个吃起来特别香 这牛头皮肉吃着跟牛筋似的 牛舌 牛舌有个两三片的样子 吃起来略带一点奶香气 牛杂羊杂来之前以为是个重口味 但是实际吃起来呢感觉还比较清淡 牛杂羊杂处理的都挺干净 吃起来没有那个很重的脏气味儿 儿子吃膜的时候要加上一点点油泡辣子 西宁的油泡辣子也是颜色好看 味道挺香的不太辣 牛杂羊杂我们也俩换着吃 其实味道是差不多的 我也跟儿子学一下 冰里边加上一点油泡辣子 然后再加点牛杂进来 原价35块钱的优质牛杂和羊杂 感觉肉不是特别多 心肯就是谈购买的 要是原价买的话会觉得有点心疼 牛肚牛肠牛舌牛头皮肉 还有牛腿筋和牛肉 下面就是吃肉喝汤 肉煮的比较软烂 算得上是肉烂汤鲜 这一片感觉是羊心或者是牛心 羊杂其实喝的更鲜一些 肉吃的差不多了还可以加汤 其实我感觉汤更好喝 加点汤谢谢啊 后边加的汤也是从锅里边盛出来的原汤 再加上蒜苗就是一碗热腾腾的肉汤 好 谢谢 这碗也加了 师傅来 这碗也加一点 谢谢啊 好 谢谢 儿子是爱喝汤 这个汤牛杂羊杂我们都把汤续上了 汤挺鲜的就把白饼掰成大块泡进来 饼子是发面饼 稍微泡一下就软和了 吸饱了汤汁 这个茶是红枣茶 要得有枣香味 看别人吃那汤里边加了好多的油和辣子 火红的颜色也挺过瘾的 我们家俩都爱吃辣 刚开始没有加辣的原因是想尝一尝汤的鲜美 现在就可以往碗里边放油和辣子了 香辣的汤泡馍也好吃 而且颜色漂亮很多 吃的干干净净就往回走 西宁这个城市特别漂亮 几乎每天都是蓝天白云 回到了宾馆附近 再来逛一逛这个豹街 这个豹街以前就是小吃一条街 晚上听说这还有免费的表演 晚上有表演 这个夜市的很多商家下午就已经把食材摆出来了 晚上还有跟同学在小聚一下 如果晚上结束的早的话 还可以赶回来看一看豹街的演出 还可以在这吃一点小吃 酸奶 咋卖的这个 你 这小的怎么卖呢 这个呢 3块钱 拿上两个 拿两个 拿三个 又来吃酸奶了 你吃一个我吃点行不行 还是你吃点我吃一个 都行 慢慢打开了 是吧 先要上三个酸奶慢慢吃 这也算是歇歇饺 顺便的小小时开开胃 悉宁的酸奶上面飘着一层金黄色的油皮 每次吃的时候把这油皮挖起来 很解压的感觉 这个好喝 真好喝呀 好喝不好喝 真好喝 真好喝啊 这是店家自制的新鲜酸奶 酸酸甜甜的 确实能喝 在西宁吃的很多东西都是比较硬气的 主要是肉为主 但是这儿有酸奶 喝了酸奶 开胃解腻 很清爽 这层油皮不光是好看 也可香 我喝了三 儿子你喝一个 你还喝我 偷我一个 偷我一个 偷偷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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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成了艺术 啊